一个孩子对家人的话不理不睬 听到妈妈说话了吗 是 听到了吗 是遗传还是别的原因 然而又一个胎儿孕育在腹中 他会不会生的还是一个龙儿 我赌不起 可是我不想要了 他们究竟该怎样选择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艰难的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西翠寻汉华夫妇两 为了他们所生的龙孩子 争吵了很长时间 是他们遗憾的事 发现女儿二龙的时候已经三岁了 他们互相埋怨是对方的问题 这是真实发生在一个家庭当中的场景 至于说我们的记者怎么能够拍到这样的东西呢 咱们这个话题先撂一撂 还是先说人家俩为什么吵架吧 前面我们也说了 家里有一个龙孩子的确如此 有龙孩子哪个家长能不心烦呢 可您看了吗 这位女士明明肚子大起来了 告诉我们的意思也就是什么呢 她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呢 这孩子看着说不定就快降生了呢 这俩人怎么还打架呢 要说怀孕期间嘛 这个妇女朋友脾气大点是应该的可以理解的 这男的就不能让着点嘛 前面我们也说了 他们在互相埋怨对方 埋怨什么呢 他们都认为是对方不好 导致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耳朵就不好用了 现在呢又特别担心肚子的这个孩子 耳朵一样不好使 您想啊 假如这个孩子同样耳朵不太好用 一家两个龙孩子 这日子怎么能过得下去呢 所以俩人啊 这个也就自然的打起来了 那说到底 这孩子的耳朵到底能不能好呢 熊汉华的老家是在陕西省南镇乡一个山村里 家里日子过得简朴 但也幸福美满 2000年25岁的熊汉华和同村的青年李希翠结了婚 婚后的第二年 李希翠又被家里带来了可爱的小女儿熊脸脸 正当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之中时 李希翠却发现了 沉浸听力有些问题 后来我就跟公公说 我说爸爸 我说这孩子我叫的怎么没反应呢 怎么不搭理我呀 完了我公公说 他就顾得自己玩了呗 这孩子调皮 你不用理他 因为那咱们农村像三岁四岁五岁说话的 他就很正常 还有一个就古老的说法 就说孩子说话说的玩儿 他的那个命好 听了老人的话 一家人也就没在意孩子的情况 于是为了生活 两口子去北京打工了 后来做了一年买卖 到三岁的时候了 我打电话 就问我妈 我说妈 我说家闺女会说话呢 我妈说 还是不会说呢 完了我俩就急了 当他们赶忙回到家乡时 这才发现自己的孩子对外界反应很差 夫妻俩这时才意识到孩子的听力确实有问题 于是熊家老人找来大仙做法 而且还把孩子的名字改成熊明明 即便是这样 小熊明依然没有反应 最后两口子决定去北京看一看医生 在北京儿童医院 医生确诊熊明明为 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 当时我俩一下就懵了 你知道吗 就好像就没了方向一样 她说是我的问题 我说是她的问题 就是我俩你看 这么正常 啥事没有 怎么会这样呢 就差点闹女婚了 因为她作为一个农村 本身就没有经济来源 在遇这么农的孩子 你说这玩意怎么弄 咱还是打工 还没有固定职业 当天晚上 夫妇俩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当他们冷静下来后 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孩子和这个家庭 今后的出路 到底在哪里 后来他们从医生那里得知 在过去 如果一个孩子被诊断的是神经性耳聋 就意味着 他的听力损害是终身的 不可能通过药物 或者常规手术治疗 是他缓解 那么 就让小熊明 永远生活在 无声的世界里了吗 在过去 神经性耳聋 诊断的这个地步以后 就没法再往前走了 他的真正病因 是没有办法去 去把它阐述清楚的 所以他只能通过佩戴 买注听器 或者植入一个人工耳窝 来给他 恢复他的听力 帮助他融入这个社会 一家人将积攒的钱 为小熊明购买了注听器 并把它送入北京的一家 全素质的专业语言学校学习 可是四岁的小熊明 能离开母亲的呵护吗 我说宝儿 我说你听话 你去学校里等把语言话 说好了以后 我说妈妈爸爸来接你 完了再给你买好多好吃好玩的 后来 我就那么就是 特别那么请求的跟他说 后来他就 他流着眼泪 他亲了我一口 他说好妈妈我去 就是他在流着眼泪的时候 亲了我一口 完了他爸爸就送他去学校 懂事的小熊明 离开母亲 去语言康复中心 接受语言训练 李希翠夫妻俩 他也在昌亭区干起了凉皮的小生命 虽然每月两千元的语训费用 让家里十分拮据 但是为了女儿 夫妇俩选择了坚持 他们知道 如果小熊明不能与人交流 将来他的生活都可能成问题 于是经过断断续续三年的语训和他们不懈的努力 仅有一点残余听力的小熊明 能够简单的写几个字 说上几句话了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令整个家庭几乎崩溃 你看 人家这两口子 苦巴苦叶的为什么 为了就是让孩子能够听见 能够说话 再说难听一点 就是等将来他们俩离开这个社会了 离开这个世界了 孩子还能依靠自己生存下去 不受人欺负 能挣钱 能养活自己 可是说到底 如果不安人工耳末的话 这个梦想是实现不了的 人工耳末多少钱呢 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对咱们普通人家来说 这是小数目吗 绝对不是 夫妻俩靠什么维持孩子上学 以及家庭的经济开销呢 就是推个车 摆这么一个凉皮摊 谁都知道 这不是长远的事 果真 赶上市容大整顿 就被城管依法给没收了 一家人别说给孩子掏学费了 就连这灯没水电钱都掏不起了 这不是雪上加霜 这又是什么呢 由于失去了生活来源 小寻民的语言训练也被迫停止了 这家人只能靠拾荒度日 我们俩就靠着吃点馒头 一咸菜 又是泡在方便面 就这么熬 当昌平区城管部门了解到雄汉华夫妇 靠卖良皮为孩子攒钱 做语言康复的事情后十分同情 随即开始帮助他们 经过多方努力 为他们找了一间门面房 还办理了营业执照 整个城管大队的败鱼人 还为小熊鸣捐款六千余元 在那困难的时候 这六千多个人对我们来说 你们不知道有多重要 在大家的帮助下 熊汉华夫妇的小生意又开起来了 然而这样的生活也没维持多久 2008年512地震 也波及到了熊汉华夫妇的家乡 陕西汉中 由于房屋受损 熊汉华一家三口回到了家乡 此时七岁的小熊鸣 因为失聪 无法享受到同龄孩子应有的快乐 随着熊鸣的长大 双方的父母都希望 李西翠能再生一个孩子 以便将来陪伴熊鸣 然而她也有了自己的顾虑 我心里特别怕 压力特别重 在她之前我一直想要 完了我娘家我妈妈爸爸也说 要不你们再要一个吧 难道你们俩的命运就这么差 运气就这么不好 我说妈 我说我不想赌 我说我赌不起 他们清楚 为了给女儿熊鸣做语训 他们已经筋疲力尽 如果再生一个 还是龙孩子该怎么办呢 他们一直在犹豫着 从五岁开始徘徊 徘徊到今年八岁了 今年春天才做到最后的决定 她爸带着我去医院 去做了基本检查 完了一切都正常 后来决定在开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就 就有这个想法 完了就 就怀孕了 其实两个人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腹中的胎儿 会不会也有耳聋的可能呢 他们最担心最恐惧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们生的第二个孩子 会不会同样的也是耳聋 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对他们整个的家庭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小熊明一家的情况 引起了戴普主任的重视 他曾经系统的进行过 中国人耳聋群体的遗传病因学分析 首次揭示了国人遗传性耳聋的主要治病原因 并结合产前诊断 有效避免了这些家庭再生育龙儿的危险 熊汉华夫妇也从戴主任那里了解到 只要知道熊明耳聋是不是遗传造成的 就可以了解腹中胎儿的健康状况 那么熊明的耳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有可能是因为他基因上的缺陷 而对他某种药物特别敏感而治龙的 但是也有可能他就是说他父母亲同时携带了一种智龙的基因突变 然后在他身上他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还有一种他有可能是环境因素 好比病毒感染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良的因素导致到耳聋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病因的分析也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 为了弄清小熊明耳聋的原因 医生们一方面积极检测一家三口的基因情况 另一方面派专门研究 遗传性耳聋和产前诊断的韩冰大夫等人 来到了陕西省汉中的李希翠的家乡 进行调查 他们了解到 熊汉华李希翠夫妇并不是近亲结婚 两人各自的家族中也没有耳聋发生的情况 可单单是在为熊明的检测中 却发现了耳聋的致病基因的存在 这说明熊汉华夫妇本身确实有问题 熊明耳经过我们的检测 它确实是遗传性耳聋 是一个叫GJB2基因上的突变 导致了他的耳聋 那么他的父母亲都是突变的携带者 熊明拿到了两个突变 所以他会耳聋 他父母亲各拿到一个突变 这样我们就分析清楚了 父母亲要生育第二胎的风险是25% 每个人都携带来自父母的两条等位基因 如果这种随机获得的等位基因组合 就会产生四种结果 同时获取父母携带的致病突变基因即可发病 获取父亲治病基因和母亲的正常基因属于携带者 获取母亲治病基因和父亲的正常基因也属于携带者 同时获取父母正常基因属于正常者 四种情况各占四分之一 戴普主任认为熊汉华夫妇是耳聋突变基因的携带者 所以他们的听力不表现出异常 而小熊明则是把父母亲这两个突变基因都携带到自己的身上了 作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疾病 这种情况下小熊明就会发病 而发病的几率为四分之一 如果这对夫妻继续生育 这种风险依然存在 从忧生忧郁的角度来说 是不允许这种四分之一的这种风险存在的 这个四分之一风险太大了 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做任何的干预 那就是壮大运 那么就是说我只能说等这个孩子出生了以后 我们去看他碰上了 他可能就是好的 那碰的不好 他就可能就耳聋了 这个结果对熊汉华这个家庭和整个社会来说 都是不能接受的 隔二十年前我们恐怕都想象不到 这个基因和疾病的关系到底有多密切 现在有的学者认为 所有的疾病它都是和基因有关联的 那么据统计 先天性的耳聋当中 百分之五十 最起码百分之五十 是和遗传和基因密不可分的 这其中 这个常染色体的隐性遗传带来的先天相耳聋 又能够占到百分之四十 比例相当大 所以这夫妻俩能不难受 能不担心吗 一个孩子已经算是毁了 虽然说有希望 但这个人生毕竟是留了很大的遗憾 不能让肚子里这个孩子再出这个问题了 我们看一句前面的分析 有四分之一的可能 这孩子耳聋 好像感觉到这个几率还不算太大 但是想一想 这个孩子如果一旦得上这可就是百分之百 我们不能被冷冰冰的数据 光看表面数据要看实质 对于我们来说它可能只是一个统计学的报告 对于这家人来说这就是灾难 这个灾难难道会真的发生吗 雄汉华两口子更加紧张了 经常侵蚀难安 他们感到自己的头上就像悬了一把剑一样 因为我是一个很细心的女人 真的 但是我就想 我就跟她爸 我俩睡了半夜 我俩就说话 我说只要是这个孩子 那时候孩子还不到一个月呢 但我有感觉呢 假如这个孩子出生要是不正常的话 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两难之际 代普主任与妇产科大夫合作 通过在产前诊断来避免遗传性耳聋 他们从李希翠的子宫里面提取羊水 通过对胎儿的DNA分析比对 证明这个胎儿只带了一条耳聋突变基因 这样看来极可能是一个听力正常的孩子 那么从理论上和这个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呢 这个胎儿呢是不会复制第一个孩子熊明明这样的听力状态 可以说他应该是一个听力正常的孩子 但是呢我们心情也跟他的心情是一样的 在孩子没有这个出生之后 得到这个客观的听力学检测的证实之后 我们也同样怀有一个紧张和战战兢兢的心理 尽管医生们做了很多的防范措施 但是熊汉华夫妇还是有一丝不安 他们要等待孩子出生之后才能判定 与此同时小熊明的情况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经过多方努力 国外一家生产人工耳窝的公司 为小熊明捐赠了一台人工耳窝 小熊明终于有了获得听力的希望 2009年7月27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代谱主任为小熊明做了人工耳窝植入手术 而这天也正是小熊明8岁的生日 当声音传入耳窝后 会被自动处理成数字信号 这些信号通过无线传送线圈发送到植入体 此时植入体会自动将声音信息转化为电信号 信号会随着插入到耳窝里的电极 迅速刺激听神经 而听神经最终将声音信息传送到大脑 人工耳窝的作用就是 绕或受损的内耳提供新的声音机制 人工耳窝开机这一天 许多关心小熊明的叔叔阿姨都来到这里 听力专家清楚 小熊明已经错过了 人工耳窝植入一至三岁的最佳年龄 他的听力 黄金这个年龄 但是刚才熊明这个孩子 虽然是三岁以后植入的 但是效果还不错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他在植入以前有很好的家里面的语言培训 所以他有很好的语言基础 不放弃语言培训 是保持龙儿康复的重要因素 小熊明在人工耳窝植入后 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进入了北京市龙儿康复中心进行训练 在老师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下 小熊明进步的非常快 spoken 2009年10月26日 李西翠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还是一个可爱的女儿 一天后听力师对他进行听力检测 虽然耳聋家庭产前诊断经历了无数次成功 但是在看到听力报告之前 所有人依然是紧张的 好总算是平安 总算孩子的耳朵没有问题 不过在这还是要提醒这家人 将来孩子要结婚的时候 这是一定的 一定要去检查一下对方的基因 存在不存在类似的问题 否则的话恐怕他也会像他的父母一样 面对如此大艰难的抉择 其实想一想 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幸福了 现在这些基因技术的发展 生物学的发展 医学的发展 可以让我们很早就知道 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健康不健康的 其实花上点时间 花不了多少钱 在孕期也好 微产期也好 多做一些检查的话 这给每个家庭来说 带来的只会是幸福 不会是痛苦 给今后自己的生活 也会带来的是欢声笑语 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一点 好 祝愿孩子今后一切都好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深夜 天空惊现耀眼塌来 记者专家四处寻访 神秘物质出漏端倪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 追踪天外来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